大家好,我是初一五班的王子力 今天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一些话 爸,我小时候你经常喝完酒回来打我,骂我 有时候通宵打麻将也不回家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恨你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爱我 但是2018年,我们两个走进电梯里就地震了 当时电梯直接往下坠,我非常害怕 你紧紧地抱住我,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那时你还说,儿子,不怕,爸爸在呢 所以也让我不害怕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俩被救了出去 我一抬头,就看见你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脸色也是苍白的 我终于知道,原来你也是害怕的 只是,你并没有在我并且表现出来而已 通过这个事情,我也才知道 原来你是爱我的 妈,你现在什么都高 血糖,血脂,血压都挺高的 我很担心你的身体 我先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会为你争光 我想大声说出,我藏了十几年 却一直不敢跟你说 爸爸,对不起,我错过你了 爸爸,我爱你 今天,听到你说的话,我非常地惭愧 不要跟你说,对不起 爸爸小时候,对你关心太少 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2008年,2020年的时候 我们被困在电梯里面 当时我想了很多 我怕我们出不去了 但我也不敢跟你说 当我们被救出的那一刻 我的腿都是弯的 人,只有精力了才会成长 爸爸也是一样 亲情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爸爸就是希望 在今后的时间里 多给你陪伴 多给你温暖 让你健康成长 让你阳光 我能一直陪你到老 只要我能看着你 我就心满意着 谢谢你爸爸 真的没有把我们一家人分开 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好不好,爸爸 好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